我们这节课先把十二生肖再总结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我们讲过这个数字系列 从一到十到零 那后面十以后的也没有讲 然后我们重新究竟医学又把这个捋了一遍 前面讲了三十六生肖 包括动物世界 那我们十二生肖呢 跟三十六生肖哪个早 这个不好说 如果说我们起源于中国 那可能是我们更早 如果说起源于这个像古印度这种三十六生肖 那就不一定了 相传是少数民族 西北部的这样传过来 那总而言之呢 我们究竟医学就要究其根本 探其源头 现在人认为这些都是老传统了 实际上最起码生肖是一种人文的一种很有趣的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中国人 而且很多这个世界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甚至更多都有这个自己国家的属相 我们三十六生肖开篇的时候也讲过 至于这个十二生肖的来源 究竟呢 我们探索 实在是这些根本的有些确实是难寻其旧 但是我们会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三十六生肖中的 除以三 中的十二个 那是这个提炼出来的 那这个三十六呢 到底是产生于随潮 还是说古印度这个就不好说了 我们纯中国的去探究一下 那还有一套系统呢 就是我们下来要诉说一下的 二十八星秀 这个二十八星秀 其中也包括了这十二个生肖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其中 也顺便探索探索 如果说十二帝之 那可以说它是绝对是来自于天象 我们说了最早的 比如说子这个字 我们再强调一遍 以前都说过了 这个猎户星座 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中间三个 这个形状 连线就像一个子 以此类推 周天十二字 那对应的生肖呢 这个说法 就很多了 总归我们落到民间文化 但是每个人也 上日权贵也都在这样用 习以为常了 一定是它很简便 也很有趣 也有一定的意义 那你比如说我们 要行这个山衣星庄谷 那全学自然离不了这些 那同时呢 这个 十二种动物 那这种说法 我们还是比较认可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就紫石 这个老鼠就比较泛滥 那这个时候最活跃 出来投石 那丑石呢 就是牛 这个时候反出 以此类推 我们不一个一个说了 那龙呢 就是龙行与不语 这个单独列出来一下 我们觉得 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个至少在自然界 融万事万物 它的这个类像 有天有地 就有人 就有万物 这些特性 它都会一一对应 这个时候自然是 有一种相对合适的 至于说什么 相传 这个天地混沌 这个皇帝 要 这个玉帝 要召开 动员大会 说谁没去 大象 除了大象 还有猫 因为 猫被老鼠骗了 这种说法 给小孩子听还可以 我们不就这样论了 当然还有太多其他的 我们就迷惑